都沒關心嗎 水深淹到腳踝 澎湖白沙香赤坎村 29號才出現海水倒灌 潮水一潑潑越過碼頭 直接淹到馬路上 民眾抱怨連連 但災情還不止這樣 平台船上破碎的桌子 四散的木頭 帆布等工具也堆在一旁 整艘船凌亂不堪 杜絹颱風來襲 將澎湖的三艘平台船 都吹翻在海上再浮再沉 作為觀光用途的海上平台船 平常提供遊客海調 考牡蠣等休閒活動 人們正值旺季 但卻遇上颱風 整個翻覆變得殘破不堪 讓業者損失至少上百萬元 業者無奈 只能先將船打撈 拖回岸邊整修 也讓原本還有半個月的旅遊旺季 被迫提前打烊 記者顏語龍李一璇 澎湖報導